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Jessica 秘魯正向美國投資者推銷一個新港口項目 以制行北京通過海上貿易對這個南美國家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中共國有的中遠海運集團將於今年稍後啟用秘魯前海港 這可能是為北京通過海上貿易擴大它在南美洲的影響力 帶來更大的便利 但同時都引發美國安全之憂 現在 考慮到地緣政治 秘魯官員正試圖以前海為例 邀請美國到期資源豐富的後院投資 秘魯駐美國大使阿爾佛雷多·費雷羅在紐約 向高管進行演講後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 這將是一個可以制行中國前海計劃的港口 號資35億美元由中國銀行貸款資助的前海港 位於秘魯首都尼馬爾北50英里處 由於水深近60英呎 將成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第一個能夠接納巨型船隻的港口 這樣一來 公司就可以使用這些船隻 在秘魯和中國之間直接運送科物 而不用用小型船隻繞到墨西哥或加州 鑑欲前海深水港對北京的重要性 預計中共黨魁習近平將在11月前往秘魯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為該港揭幕 這些將是他自COVID-19疫情以來首次訪問南美洲大陸 但前海港令美國官員感到擔憂 他們公開批評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投資 令美國公司雙型健全 前海港現在引起人們的關注 但這些只是中共在秘魯投資的最新例子 費雷羅說 利馬100%的電力歸中國所有 很多銅礦計劃都歸中國所有 中國將擁有南美洲最大的港口 費雷羅是前秘魯貿易部長 他與美國談判踏成了一行至今仍然有效的自由貿易協定 他在今年年初被任命為駐美國大使 並開始吸引新的投資 他提出的新港口項目名為科里奧 位於前海以南近700英里處 他也位於卡亞俄爾南拜迪世界港口公司 和馬士基碼頭公司在那裡運營碼頭 科里奧地區還靠近馬塔拉利港口 該港口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同出口樞紐 科里奧港口的購賞還處於初期階段 但是費雷羅說 這個項目很有潛力 因為他比倫之利 阿根廷和玻利維亞 由於電動車的需求 這些國家都在努力增加理產量 費雷羅正在努力提高美國對 科里奧港口項目的認識 以吸引私人投資者 他說 我們的想法是 美國政府呼籲可能感興趣的各方進行投資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隨著新一輪中國製造廉價商品湧入世界各國 所到之處令人不寒疑慮 位於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秘魯小鎮的 前海港可以為中國電動車 和其他出口產品打開新市場 中國已經是南美洲大部分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 根據兩個批評北京的組織 商絲實驗室和世界網絡中國制定一項指標 秘魯是世界上受中共影響最大的第五個國家 中國製造的汽車在該國隨處可見 美國擔心 中共控制有望成為南美洲 第一個真正全球商業中心的秘魯 將市北京進一步加強對該地區資源的控制 加深其在美國後院諸倫國的影響力 並最終在附近部署軍隊 拉丁美洲最大經濟體系巴西 在拒絕美國將華為技術排除在5G網絡之外的請求後 希望與中國共同開發半導體 中國公司正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興建地鐵 洪都拉斯和台灣斷絕關係 希望獲得北京大量投資 在阿根廷 中共在購買鋰礦 這些是電動車的重要組成部分 前美國官員表示 前海港項目突顯美國在拉丁美洲樓下來的外交真空 因為美國將資源集中在其它地方 最近集中在烏克蘭和中東 秘魯歡迎北京在從港口到銅礦開採和電力等各個領域的投資 這些將市中國公司幾乎控制利馬所有的電力分配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中拉關係專家 尼蘭·拉薩路斯表示 秘魯正在進一步增加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使其容易受到中國潛在的經濟脅迫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指出 前海港具有軍事潛力 而且中方持有60%的股權 中遠稱前海港純粹為促進商業發展 2019年該港口獲得批准後不久 中共官方媒就大肆宣傳秘魯未來將成為中國和南美貿易的樞紐 可以幫助北京解決其他優先的事項 例如海底電艦連接 前海港和2016年中遠集團在希臘建立的港口雙呼應 而正在那個港口令中共在南歐站穩腳步 現在中國公司控制或經營著大約100個外國海港的碼頭 而中共海軍艦艇已停靠其三分之一以上的港口 而中資港口帶來的更值接後果已經日益呈現在人們面前 莫桑比克背上債務負擔無法擺脫 在尼亞環境插搓破壞 而歐洲也有跡象表明對中共來說當地利益是次要的 前海港的建設為曾經寧靜的餘業社區帶來了巨大的噪音和震動 當地人說他們的房屋墻壁被震裂道路被震撻 該地區漁業也出現衰退 中遠集團稱已經修復了房屋和道路 並努力減輕對漁民的影響 一位了解談判情況的前美國官員和前秘魯官員 向《華爾街日報》表示 美國已經和秘魯官員討論了對中共控制前海等重要基礎設施的擔憂 令美國擔憂的是中國商業公司和政府 特別是軍方之間的相互作用 港口及其中的設備可具有商業和軍事雙重用途 在秘魯經營公司的美國人約翰猶爾說 美國人有點睡著了 他們突然醒來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妍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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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支持